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種移動的方法 你可以叫出一個工具列叫軸向約束工具列 那在MainTorbar像這種夏拉斯按鈕的下面 或者是右邊空白的地方都可以按右鍵 然後叫出一個叫軸向約束的一個工具列出來 那這軸向約束工具列它會有XYZXY 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一下 內定軸向軸向是X為紅色 Y為綠色 Z為藍色 但是它多了一個叫黃色 那個黃色代表鎖定的意思就是被約束的意思 如果我按X它就指說我現在把X軸方向鎖起來 就是約束起來 那約束起來要幹嘛 如果滑鼠靠近物件 不要靠到座標走 靠到座標走等一下要講 我先靠近物件 直接拖曳物件 那你會發現它只能在X方向拖曳 你不能夠有Y方向 不能夠有Z方向 因為它把它鎖在X方向 那你拖曳當然就會有數值 所以我拖曳移動 那你拖曳當然就不會有整數 這很容易理解 除非你用打的 那Y的話就是我鎖定在Y方向 Z的話就是鎖定在Z方向 這很容易理解 那XY是什麼 就是指XY都鎖起來 所以就是XY這個平面我都可以動 所以這時候我拖曳物件 你會發現XY平面都可以動 但是我沒有高度 我只能往後 往後面一點 但是我不能往上 那這個按鈕的 右下角有個小小黑色三角形 代表它有相同類似的按鈕 你對它按久一點 它其實也有YZ跟ZS 如果YZ就是指Y跟Z這個方向 所以我不能往X方向 所以我拖曳物件 我只能在這個方向 我不能夠有X方向 或者是ZX換這一邊 但是我就沒有Y 所以你可以直接約束 那這個工具其實比較少用 因為它其實有快速鍵 它快速鍵就是F5 6 7 8 F5 F6 F7 F8 那你說 可是這個ZX有好多種對不對 那就F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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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F8 就可以在三個裡面切換 切換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這個不一定要叫出來 你可以說 我現在想往X方向 就按一下F5 拖曳物件就往X方向 F6 F7 所以這是軸向約束 你利用那個工具列去做軸向約束 那這個經常同學會跟 接下來馬上我一起講 視窗軸向約束混在一起 視窗軸向約束是說 例如說 我現在按F5 我明明鎖在X軸 我拖物件 我是 我是只能在X軸 移動 這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滑鼠靠近座標走 靠近座標走 你會發現Y會亮起來 所以你的滑鼠 也可以直接做滑鼠的約束 直接用在視窗裡面做約束 所以我直接在這裡 先點一下Y 它就鎖到Y 點一下Z 就鎖到Z 點一下X就鎖到Z 所以我點一下Y之後 我直接拖曳桌標走 這樣它就鎖在Y軸上 拖曳Z 拖曳X軸 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所以拖曳有兩種 一個F5 六七八 第二個 直接靠近座標走 拖曳桌標走 這樣也可以 這兩種 都可以進行 物件的位移 那不管怎麼樣 記得 你用拖曳的 就不會有整數 運氣太好了 不會有整數 那你如果用key in的 你才會有整數 來 各位試一下 接下來兩個 一個是 剛剛講的視窗走向約束 一個是 一個是 工具列的走向約束 第二個是視窗走向約束 直接在視窗上面做 來試一下 好 謝謝 謝謝